金户高铁拆迁受害人曾霞敏最近披露 为了争夺18大权位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受以他掌控的南方报业 一方面揭批薄熙来唱红打黑 另外一方面揭露上海市委书记于正升及其手下 贪污20亿金户高铁洞迁专用款 由于案件牵扯江泽民的情妇陈志立和儿子江绵恒 中纪委最后草草收兵 第6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 来到纽约的上海访民曾霞敏在联合国总部前 手举图片告示抗议中共抢夺他家的15亩地 强拆他家的700平米私宅 去年2月上海江桥镇政府派了300多警察暴力强拆 曾霞敏三颗门牙被打落 他的母亲和奶奶被打伤 曾霞敏日前在网上发表文章披露 南方报业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陈晓莹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亲自授意下 到上海采访了众多金户高铁拆迁户 包括他本人 去年3月前后 也就是曾霞敏的家被强拆前后 陈晓莹几次来到他家进行采访 一再跟他解释有中央高层做后盾 让他们不要害怕余正生 并说一定要扳倒余正生以及上海大小贪官 在陈晓莹以及他的老板一再承诺 确保曾霞敏不会遭到迫害后 曾霞敏向他提供了许多材料 包括余正生及他的手下 在金户高铁强拆过程中贪污20亿补偿款的铁证据 这些都是曾霞敏通过他在政府机构做官的亲友们得到的 陈晓莹拿到这些材料后 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了 金户高铁21贷款挪用事件等几篇文章 所涉官员包括上海市副市长沈骏 以及江乔镇书记傅一锋等大小贪官数十人 中纪委很快派工作组来调查此案 国家审计署也特别委托深圳办事处来侦办 经过一年的调查 确认曾霞敏的举报材料数十 但最后只是把江乔镇书记傅一锋免了职 对涉案的上海市委书记于政生及副市长沈骏 却没有做任何处理 曾霞敏表示 傅一锋被免职后 平调到上海青浦区某镇当书记 但他不肯上任 依旧到江乔镇上班 当地百姓无人不知 傅一锋的后台是陈之力和江绵衡 他们三人曾在上海滩桃源三结议 陈之力是江泽民在上海时的老乡好 如果说宋祖英是红朝国母 那陈之力就可以说是江朝太后 陈之力在文革期间下放到嘉定区曹王镇 曾经任傅一锋的母亲为干妈 后来陈之力发达高升了 傅一锋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也跟着发迹 就连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都要对傅一锋 这个芝麻官离让有加 而曾霞敏及亲友却遭到上海市政府打击暴富 先后被关押二十多次 他的一家被强制拆迁后的安置房 去年11月初再次遭到当局暴力强奸 江桥镇政府召集了一批保安和黑社会人员 曾霞敏一家准备了福头、液化器、汽油瓶拼死抗争 曾霞敏指出 在上海 余正生大搞政绩灭子工程 诸如上海市博会、金湖高铁等等 余正生对强拆队进行现场指导 成为当今中国的强拆大王 余正生早在担任青岛市委书记期间 就已经开始进行非法的暴力强拆 他1998年调任建设部部长后 给国务院提供的方案就是他在青岛的拆迁经验 后来他又在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期间 大力推行强拆政策 引发大量受害民众上访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李袁翰、孙宁采访报道